看守政府首相纳杜斯里纳吉 今天到柔佛巴珠巴峡县凡加兰广场 为国民投资机构的信托基金周主持开幕 受到万人出席欢迎 纳吉直指反对党的竞选宣言毫无价值 因为一旦被除消费税取消大道收费战 国家战务将会大幅增加 受苦的还是人民 接着纳吉也以生物来行 形容民主行动党 未必会珍惜由国阵一手带动的国家经济 纳吉也向柔佛子民信心谈话 扬言国阵要拿下巴珠巴峡县所有四个国席 要在这个巫统堡垒区打出漂亮一仗 MTV7综合报道